大家好,我是陳寗 之前我在商城上上了這台 ONIX 的 USB 數位類比轉換器 簡稱 DA 那這個東西上架之後就有很多人問我 就是說那陳寗你可不可以講講 DA DA 是什麼東西 DA 是不是會讓音樂更好聽之類的 那再加上我之前也有講過 Theta 的 G3 那更多朋友問我這個問題 所以今天我就直接來跟大家談談 DA 到底是什麼東西 它是做什麼用的 然後選擇的時候應該要注意哪些事情 那這台 ONIX 呢 它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它是一台很好的 DA 不過我裡面沒有放照片 因為它剩一台而已 反正之後再來談它 其實這個機器很經典 但很可惜是它停產了 之後我再把它拆好 然後拍個照片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台很經典的機器 那開始之前 要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並且打開鈴鐺 打開通知 按讚加分享 當然如果要直接加入頻道會員支持我 那就直接下面連結點開 直接加入就可以了 不管你以前是想要這個綠線 把它跟它說拜拜 還是想要我們的影片有字幕 都直接加入頻道會員就OK了 那我們就開始了 這個 DA 呢 其實是一個簡稱 在不同的時空背景下 它有不同的名字 現在大部分人看到都是 DAC 我們會叫它 DAC 那有的時候 你看一些比較古老以前的雜誌 它會寫 DA 或者是中間加個斜線 DA 那其實它指的都是同一個東西 就是下面這個英文 數位類比轉換器 它就是這樣的東西 那為什麼要叫做數位類比轉換器呢 之前我們有講過 黑膠唱片是完全存類比的方式來記錄音樂 所以它塑膠黑色的那個板子上 它的溝槽裡面刻的是直接就是音波的形狀 那那個唱針在上面這樣動的時候 就可以直接還原音波 可是當這個音樂記錄 進入到 CD 時代的時候 這個檔案就不再是傳統的類比方式 而是以數位這種 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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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方式 記錄在光碟片上面 那當然後來還有很多其他的東西 像什麼 DAT 的袋子 或者是 SACD 這些也都是數位 到現在我們聽了什麼 FLAC 或者是 MP3 這些 通通都是用數位的方式 這種 0101 的方式 把下面這個音波記錄起來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會出現一個問題 這個 0101 我們要怎麼樣讓它可以變成人耳可以聽到的聲音呢? 我們人聽到的東西 看到的東西都是屬於類比的東西 都是要像這樣 直接有音波 我們就可以聽得到 可是呢 當我們用取樣的方式 把這些音波變成 0101 的時候 那我們就需要一個轉換 所以在傳統傳統的這種音響系統裡面 最開始因為以前都會聽 CD 嘛 所以 你會必須要有一台 CD 播放機 那這個 CD 播放機 把 CD 放進去之後 裡面的雷射頭就會讀取裡面 0101 的資料 然後再用數位訊號把它放出來 放出來之後呢 還會有一台 就是我們今天要講的 DA 就是這一台 這一台 DA 呢 會把這個 0101 裡面所包含的資料 重新還原成音波之後呢 再用類比輸出的方式 輸出給擴大機 最後再從喇叭出來 所以呢 最開始的 DA 呢 其實就是這種樣子 就是直接從 CD 把它 直接讀它的檔案 然後 這樣轉成音波出來 可是呢 大部分我們在玩音響 尤其是比較入門的時候呢 你會發現 都是一台 CD 搞定所有的事情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就是因為 這個 DA 呢 再把它直接合併到 CD 裡面嘛 其實這種就是一個箱子 兩個箱子的問題啊 如果說你做一個很大的箱子 把這台機器裝在裡面 那不是就是一台有 內建 DA 的 CD 播放器嘛 所以呢 其實比較常見的 CD 都是內建 DA 的 直接裡面就有 DA 了 就不需要再把它分成兩台 可是呢 我們像在玩這種比較高階音響的時候 就會把它分開 為什麼要分開呢 這我們大家會講 這跟電源處理有關 不過呢 總而言之 不管你是把它分開的咧 還是合在一起的咧 只要是這種從數位 把它轉成類比我們人耳可以聽到的聲音的 裡面就一定會有 DA 它不見得是一台機器 有可能只是一個晶片 但是呢 大家就會知道這個過程就叫 DA 就是數位類比轉換 那它是個機器 也是個晶片 那你可以把它做得很大 還可以做得很小 大概是這個概念 但是呢 現在因為我們都用電腦聽音樂嘛 所以呢 現在這個 DA 它就要做做一點變化 就是呢 可以直接從電腦輸出這種 0101 的資訊之後呢 直接由 DA 轉換成音波 哦 那你說那這可以做得到嗎 其實可以的 因為 DA 它傳統啊 我們老 DA 都是什麼 同軸輸入、光纖輸入啊 但那只是說因為以前的數位傳輸介面 就是要買同軸、要買光纖、要買什麼 AES 但是呢 現在我們數位傳輸介面很多嘛 也有怎樣像 HDMI 啊 或者是 USB 啊 甚至你直接透過網路線呢 直接接收資訊再把它解都可以的 所以呢 新的 DA 它就會有很多的介面 你可以直接插 USB 或者是呢 像有一種叫 DDC 的東西 這以後我也會跟大家介紹 像我用的那個 Theta G3 那是很老很老的 DA 那個裡面就沒有 USB 就要透過我剛說的 DDC 才可以把電腦的資訊給他 那又是一個更複雜的玩意 所以我說之後再來談 不過呢 再回到這裡 這個呢 從電腦出來的資訊再給 DA 再出來 誒 這個時候大家就會有一個想法 人家說 DA 會讓聲音更好聽 那麼如果我用電腦播 MP3 再買一台 DA 的話 聲音就會更好聽嗎 哇 這個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 為什麼呢 我們要先知道一個觀念 就是呢 失去的訊號是無法補回來的 所以呢 像是什麼 Spotify 啦 這些有損壓縮的這種介面 你出來的檔案 因為他已經是有損壓縮了 所以就算你買了一台 100 萬的 DA 來解這個有損壓縮 他有損的東西解出來 還是有損的 並不會變得比較好聽 理論上來說是這樣子的 也就是說 你原本就是垃圾 然後放進去再放出來 還是垃圾 就是 garbage in garbage out 就是這種概念 可是呢 這個 DA 呢 並不是只有這種數位解碼 這麼簡單 好的 DA 呢 他同時還要肩負一個很重要的責任 就是類比放大 類比放大呢 就是你這數位解出來的檔案 他不是就變成類比了嗎 可是這個類比呢 他還需要經過緩衝 經過放大 然後再輸出給擴大機 而這一個類比放大的部分呢 一般來講 在我們的手機啊 或者是電腦那個耳機孔出來 都是比較隨便的 他就是一個小小的集成晶片 所以你看手機那麼小 他也一樣可以插耳機 就可以直接聲音放出來 之前我們不是也有在講就是 蘋果不是有一條 Lightning 轉耳機孔的那個線嗎 其實那個就是一個 DA 他裡面有一個小小的 DA 晶片 所以他才可以透過 Lightning 的數位訊號 然後轉成耳機的類比訊號 就是因為裡面有一個晶片 可是你看那個晶片的空間這麼小 就那麼小一個東西 就可以做到 DA 的效果 可是剛剛看那個 Accuphase 的圖 那一台 Accuphase 的 DA 這麼大台這麼大台 那憑什麼人家做那麼大台 蘋果就可以做那麼小 就是因為 在好的 DA 他裡面的類比放大 他的電源處理都會做得更好 所以同樣的數位晶片輸出的訊號 經過這個獨家設計的類比訊號放大之後 聲音其實是會改變 而且大部分都會變得比較好 所以呢 你說 我今天買了一個很貴的 DA 來聽 Spotify 可以嗎? 其實是可以的 因為 Spotify 出來的聲音 過去我們都滿是直接用手機聽嘛 手機直接插個那個轉接線 然後不然就是由耳機孔直接輸出 那通常呢 手機或平板的這耳機孔 他其實類比輸出聲音都是比較差的 所以呢 如果你真的買了一台很好的 DA 用這個 Spotify 聲音給他 那再透過 DA 給你的喇叭的話呢 他的聲音一定會比你原本直接手機直接輸出好 因為呢 DA 的那一個 就是那個類比放大部分做得比較好的關係 當然你說 我這樣聽真的夠了嗎? 那當然不夠嘛 不然 TITLE 為什麼要存在呢? 就是因為我們還是需要更好的檔案 只是說 如果你今天我真的就是用個 YouTube 比如說你現在就是說 我家有個百萬音響 那我不想要用手機看陳寗的影片啊 我想要用我的百萬音響來看陳寗的影片啊 那麼你把這個 YouTube 的聲音呢 透過你家的 DA 跟你的音響也是一樣 會比你直接用手機來聽還要更好聽 只是呢 音響還是要提醒大家就是沒比較沒傷害 你比較了你就會發現說 同一首歌 同一首周杰仁的菊花台 在 Spotify 在這個 DA 上播是這樣的聲音 在 TITLE 上這樣播是這樣的聲音 聲音怎麼差那麼多? 但是呢 如果你從來不去聽 TITLE 的聲音 那麼你在 Spotify 你只會覺得說 哇!換了好的 DA 換了好的喇叭 聲音真的超棒超震撼 所以大概是這種感覺 音響就是慢慢玩慢慢玩 所以很多朋友說要不要一次攻頂 我也會建議他說你可以留一些慢慢來 或者是說你要知道他差在哪裡 一次攻頂他一個一個玩 你去學習他 不然有的時候 你忽然間給一個從來沒吃過龍蝦的人 就帶他去米其林餐廳吃龍蝦大餐 然後你就覺得說 這個吃起來好像也還好 你要先讓他吃過比較不好吃的 再吃好吃的 他才會知道差在哪裡 這種是這種概念 那現在的 DA 呢 因為 剛剛有講過 現在 DA 不只是要接收 CD 這個 CD 轉盤過來的資訊 他同時也可能會需要接收電腦啦 或者是網路過來的資訊 所以現在新的 DA 他的數位輸入的介面就會豐富 比如說像這個是 Auralink 的 Vega G1 他裡面呢 就有你看 這裡有一個網路孔 那這網路孔呢 就是接收網路過來的資料嘛 比如說什麼 TITLE 啦 或者是你 Roon 串流給他播的話 就是透過這網路孔 然後呢 AES 同軸光纖 這三個呢 都是算是比較傳統的類比播放介面 如果你家有那個 CD 播放器的話 就可以直接透過這個介面直接插他就可以了 或者是呢 這個 Auralink 他家有出個數位轉盤 也可以透過這種介面來連線 不過呢 這個就是什麼數位轉盤這些都比較複雜的東西 我之後會再另外有個影片來講 不過呢 你現在就記得就是 DA 是什麼東西 這樣就可以了 那再來就是 USB USB 呢 是近 應該說近 10 年來 DA 一定要有的 甚至有些 CD 播放器他也有這個 USB 因為我剛才有講嘛 有些 CD 播放器他的 DA 就是內建在裡面的 所以呢 他為了讓你買的時候 你會覺得 哇買起來很划算 一台機器可以播 CD 又可以插電腦 所以呢 他就把這個 USB 放在裡面 那其他也有一些擴大機也有 比如說像我們團購的那個 LA Audio 的那個 M2 或者是呢 之後我正在評估的一台 Cambridge 的擴大機 他裡面都有 USB 孔可以直接插 那他也說 為什麼他擴大機也可以插電腦呢 就是因為他在擴大機的線路裡面 加入了一個小小的類比放大的電路板 然後不是 說錯了 不是類比放大 就是放一個小小的這個數位接收 然後數位解碼的板 然後他解碼之後呢 直接在機器裡面 直接就給擴大機 那你擴大機就可以輸出了嘛 那很多人就會問說 那 這個如果依照人家說音響 不要有太多個線材 太過個關卡 損失比較少 聲音會比較甜 從這個觀點來看的話 那把這個 DA 的板子放在擴大機裡面 直接在機器裡面連線 聲音不是會比較好嗎 哇 這個東西呢 其實這我就講 其實並不是這樣子的 因為呢 為什麼我們玩機器的時候 前級跟後級要分開 為什麼 CD 跟這個 DA 要分開呢 其實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因為電源供應 很多人說音響不過就是一個那麼小的東西 他需要多大的電源供應 可是呢 不得不說 你如果音響的這個前級跟後級把他分開 那他因為電源供應分開的關係 通常他的動態 聲音的整個動態 低頻的力道都會好很多 很少有那個綜合擴大機可以說一台就打敗同價位的前後級 這很難的 應該說根本不存在這樣的東西 所以 這個電源供應是絕對要注意的 包括即便是這個數位類比轉換的這種東西 他的電源一樣要注意 要記得一件事情 音響的根本就是電 所以電的品質好壞 就直接影響你聲音的好壞 那你說這個DA 我們在選的時候要注意哪些事情呢 我們今天就簡單地說一下 第一個就是數位解碼的部分 數位分成幾個部分 第一個是數位接收 數位接收就是你的在訊號進來的時候 會有一個晶片負責接收 那接收了訊號之後 他會再把他轉換成DA晶片 可以接收的資訊 所以這個接收的這一塊 也是各家的不存之密 有的公司 他會自己用晶片去堆疊出這個接收 那有的是用現成的晶片 沒有好跟壞 只有好聽跟不好聽 不要看到人家說 他的晶片全部都自己開發 你就以為他很好聽 沒有這回事 很多這樣子自己開發 也只是更難聽而已 不然像什麼ESS 或者是像這個BB 這些很老的這種DA 品牌 憑什麼人家做晶片 人家也可以一直做 除了他說便宜 你可以輕易地得到晶片之外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 他是一個比較普遍好聽的聲音 當然你還是會有一些 人家說 什麼菲利普的DA晶片很難聽 一定要ESS 還是好聽 這種東西 我只能說耳聽為品 就好像以前我也一直以為ESS 的晶片很難聽 因為我聽過的 所有的ESS 晶片的機器都很難聽 可是 我偏偏最近就是開始出現一些廠商用ESS 的晶片 可以做出非常類比味的聲音 所以只能說 這種東西真的還是要看音響廠商 他的電源供應 他的類比能不能做得好 這是非常重要的 那這個數位接收的部分 這個水很深 什麼 這個金證 因為這個金證他是產生時鐘訊號 還可以再把他拿出去 再變成一台單獨的 clock 這個事情 這也是很複雜的 為什麼你看 DCS 的那個 DA 有好幾台 然後整套加起來要四、五百萬 就是因為他把這些東西全部都把他分開了 所以 這個我們之後再來談 所以 首先記得 數位很重要的就是這什麼 數位接收 然後他的時鐘 還有他的解碼晶片用哪些 然後他用什麼樣的線路去設計 怎麼樣供應電源給他 怎麼樣去濾出這些 來自外界的雜訊 這是一台機器的根本 再來第二件事情就是剛才我一直提到 就是類比放大 類比放大 每一家公司他做類比放大的態度不一樣 譬如說像這Olaric Olaric 的類比放大的模組都超小的 可是聲音都超好 非常不可思議 他的那個類比放大都只有一點點 如果你看了他最入門那台 Otel G1 你會嚇一跳 之後我會拍給大家看 他的那個類比放大就只有一點點而已 零件超少 可是聲音聽起來就好像以前那種 那種非常類比味的CD的播放器 這很不可思議 但是也有一些廠商 他會發非常大的精力在做類比放大 譬如說像這Sonic Frontier 或者是 Audio Research 他的機器 他的類比放大都很大 他的數位都只有一點點 因為這些廠商 他的那個數位的部分 這比較不擅長 所以他的數位部分都是買人家現成的模組 然後在後面做一個非常大的這個類比放大 所以你如果看Sonic Frontier 有一台很有名的DASFD 他的那個類比有這麼多 裡面都是零件 還有好幾支真空管 但是他的數位放大只有這樣 只有一個小小的這個類比的這個解碼 就只有這麼一點點而已 然後類比放大這麼大 所以每一家做的方式不一樣 還是老話一句 沒有絕對的好聽跟不好聽 就是你喜不喜歡 所以這個類比放大就是這樣 之後也會來跟大家談談 這類比放大有什麼東西 所以你要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因為音響這種東西是內容真的很豐富 你一定要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打開鈴鐺打開通知 這樣有新的影片的時候你才會看到 再來第三個東西 這就不見得每個廠商都有 就是 DSP DSP 數位處理 因為很多 到現在還是有很多玩音響的人認為 什麼 DSP 啦 EQ 啊 這些都是邪魔歪道 這種聲音不應該用 DSP 去處理 可是我自己是不這麼認為啦 因為你在錄音的過程 就已經用 EQ 用 DSP 去把你的聲音處理過一次啦 你那個時候就處理 你怎麼不覺得錄音是邪魔歪道呢 如果你覺得那是邪魔歪道 你應該去看現場 可是你知道嗎 其實就連音樂廳 他們都會用一些吸音的方式來調整整個音樂廳裡面聲音的表現 所以 沒有存在那種 不調音的東西 所以這個 DSP 呢 就看個人 那有些廠商他特別在乎 DSP 像這個 Theta 他的機器那麼大一台 裡面呢 有一半的空間 這邊全部都是 DSP 他真正的這個 DA 部分 只有這個其中的一片 我的這一台有兩片 是因為我是平衡版 如果你是一般普通版的 他就只有一片而已 就這樣子 所以呢 這個不見得誰做 做一定是怎麼樣 你看我剛剛有講 Sony Frontier 類比那麼大 數位這麼小 結果呢 這 Theta 的數位這麼小 DSP 這麼大 類比只有這樣 所以這很難說的 沒有絕對的好壞 那再來第三個呢 就是電源處理 你看這是 Theta 底部 跟這個電源處理的部分 整個全部面積加起來 跟剛剛那 DSP 差不多 所以呢 你就可以知道 這是一個很在乎電源供應的公司 那你說有不在乎的嗎 那有現在有很多大陸的那種 你沒有聽過的品牌的 DNA 然後在耳機世界裡面 被吵得下下降的那些 很多那電源都是 什麼交換式電源啊 甚至還有插那種 就是變壓器的那種 那種聲音 你說要真的好聽 那真的是比較難 到目前為止 很少很少有用交換式電源聲音 會好聽的 那只有少數幾個品牌有 但是 那種說少數幾個品牌有 然後覺得好聽 通常也都是他的支持者覺得好聽 目前來講 我只能說玩音響的人不是笨蛋 如果能夠小台一點 好聽也是很棒的 但是 他為什麼機器要做那麼大 然後那麼大的空間 幾乎全部都在做電源 就是電源真的還是音響的根本 這一定要注意 之後我們再來談 那目前有一些新的產品 比如說像這個 之後也會評測的 這Audio Quest 的蜻蜓 像這種 就直接吃手機的 USB 電供應 這種 在這個整個聲音的推力 動態上 就會因為電源的關係而受到影響 當然 現在這些廠商都很努力的 想要即便是小小的電 也可以 推出非常好的聲音 可是這個就還是需要一個進步的過程 那 這個之後 我在談這一支的時候 再來跟大家細談這件事情 好 那今天我們就講到這裡 以上就是關於 DA 到底是什麼 還有你在選的時候要注意哪些事情 但是大家發現 我又挖了更多的坑了 所以 記得一樣 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打開鈴鐺 打開通知 之後我們更深入講這 DA 的時候 你才能在第一時間看到我的影片 當然 一樣要記得 下面連結直接點 你直接加入我們頻道會員 我們就可以跟這條線說拜拜了 我現在每次指這個線 真的是每次看都覺得 實在是太痛苦了 那我們今天就講到這裡啦 我們明天見 拜拜